这盘棋讲解是徐云川对战赵古荣在碧谷原碑下的一盘棋 现在黑方要抽紫 虹方正常的要踩马 他一将就把狙丑掉 将来这边呢可能会形成一个有狙杀无狙 但是虹方有巧手 就是炮打掉中族富有杀棋 对方需要跟鞭炮 那这样的话他就可能有一个重炮去打 他一打狙算一打 方中间又是一杀两打 那么对方这个棋啊 他打狙过来之后就要抽 但是的话这个炮打出来 既然老帅可以上天 什么也抽不到 即便抽的话 人家这个马看着炮的有根 所以呢甩狙这部棋是一闲 他吃炮的是一桌 所以两打还一打 那很明显啊 如果按照这个招法强行弃狙啊 最后他会犯规 不犯规的话你就没棋了 有狙杀无狙了 所以这个棋啊相当憋屈 他不甘心啊 走了一个甩炮 到这希望对方啊 一踩打过来三子绝杀 但是呢黑方这招平炮 异常经典啊 那现在你炮走开他就要得子 怎么办呢 你这样的话看着好像一踩 有一个杀 但是人家把你拘役打 没有用的啊 他没有办法选择是闪开 那到这啊 如果打掉就会吃马 所以他踩掉 就是不给对方寄来的机会啊 那么这儿你利用不到他 这个棋他走的是炮八经一 先稳住阵脚再说 试图呢找机会东山再起 那黑方这个棋啊 狙起经一 他是希望啊 能够过来给你对个炮 哪怕你到边给你踩掉啊 这样的话 他三个子你两个子就彻底没切 然后呢这个棋 他是退回啊 等着你 你不是要对炮吗 对我打掉你 到这儿黑方他不敢对了啊 先下一步 找机会再过来对 或者呢就平局啊 吃相互的抓事啊 给你拔劲对杀吧 反正多子他也不怕 啊 红方暂时确实没起 他走的招法是掌局 这个棋还是骗对方啊 你不是想对子吗 可以啊 你对子我就吃掉你 你打 我这一将啊 不但把炮抽掉 再把鸡抽掉 吃光你 那这个棋照光不上那呀 那知的可是啊 雪云川一看骗不到对方 那这里走个担子报算 这个棋的意思就是 鞠到底线啊 准备这个抽杀你啊 利用对方 到这儿的话 可以放个质管上码 到这里去人穿认输了 为什么呢 即便你放到底线 才上码 你打枪也没用呀 他这个码一扑潮呀 这边就绝杀了 所以在这儿确实是没办法 他就认了 这盘棋啊 赵国荣获胜 我给你去担心 赵国荣获胜